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哈模喜欢我的游戏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订阅 张开铃铛 非常感谢你们 好的來玩我們的天地節 幽城在臨 今天是6月27日 好 6月份要結束了 遊戲開服至今已經一個半月了 更正一下 三個半月 3月11號開服到現在 456 好 三個半 那我的冰璃終於可以六星了 好不容易啊 好 那我的天府之果已經尊敬了 尊敬之後是一萬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還可以到一萬啊 這麼誇張 我本來以為6000就逼耶 因為這邊只到尊敬嘛 然後這個靈運石可以買兩個 所以我現在有九個 哈哈 不錯 有九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的冰璃還沒有升 準備要來升一下 是這樣的 你抽到一個絕品的英靈之後 你的那個 那個 獵星可以拿到30個碎片嘛 行外傷魂 那也就是說你需要升到四星的話還要30個 那如果你沒有抽到重複的情況下 就是如果你沒有再花十字軍去抽的話 30片的話 如果每天跑四片的話要7天嘛 那算8天好了 然後之後60片嘛 呃 四星升五星要6 呃 更正一下 四星升五星要120片 那如果也是跑四片的話要30天 那180片要45天 好 你們去算一下 所以說這個 所以說這個 所以說一個 一個 如果你無課玩家 你又不想要投資那麼多 十字軍去抽角色的話 好 慢慢跑 慢慢跑 也是要 三個月啊 大概快三個月 那我剛才玩三個半月嘛 因為我冰璃一開始都 都抽不到啊 我抽到兩隻黑龍啊 第三隻才抽到冰璃 因為我當時只有玩一個號 我沒有想說要多玩幾個號 然後去拼一下 首抽冰璃這樣 好 來吧 冰璃 4396嘛 突破成功 好 六星的 這邊的話就是 變10%嘛 這個怒意 然後這個 變了兩回合發動一次啊 就是再行動嘛 而且再行動是走五格喔 所以每次他的那個 他那個箭矢我也都走很遠 走很遠啊 好 那剛剛是4-3多嘛 戰力加了500 戰力加了500 這邊怎麼變兌換啊 兌換是怎樣 喔 多的行外商 我們可以分解新之財喔 喔 然後這個是新財商鋪 那看起來很難耶 要3000 每個月限購 這個是給那個 課金大佬吧 課金大佬他們那個 行外商我一大多啊 就是他們都已經充滿了嘛 然後一直抽到重複的情況下 我現在沒有任何一隻是滿的啊 就只有冰璃而已 所以出現這個宮 我以前也不知道耶 這邊的話每個月可以換4個靈運石喔 喔 那我不知道筆子怎麼樣啊 就是你用那個行外商我來換的話 是怎麼換多少啊 沒辦法沒辦法看 這邊有盡他看一下 1比1是不是桌 集絕1比30 OK OK 1比30 那你一定是要跑這個絕品啊 那1比30的話 哇這個要100片耶 那這要200片是不是 1比30嗎 除以30是200啊 200片 那邊實現化商我才換一個靈運石 是這樣嗎 這樣不是很很很很很難嗎 喔感覺有點難耶 這個這個功能我之前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沒有六星啊 沒有六星 而且我很少看人家 很少看人家 別人別人的影片 我很少看沒有時間看 我都自己玩自己的 我剛剛玩那個我頻道上另外一個遊戲 KOF吧 我剛剛就 玩了三個小時吧 只為了錄一個視頻 玩了三個小時 在那邊研究打法 就比較花時間啦 好 4816的話 戰力的話 直接衝到1000多名嘛 那 其實是這樣子的啦 你把它 視頻再換一下 我來換一下 換一個 隨便來換一個吧 假設我換這個好了 假設我換這個 這樣我戰力應該就 4900嗎 4900 4900的話 我們等一下這個會 會跑 這個待會會更新一下 給它更新一下 呃 是這樣子啦 我當時冰璃剛五星的時候 我的排名有衝到1000名以內 然後你們看我現在已經掉 掉這麼多了 而且我現在六星了 還只到1600 就知道這個 還是蠻多人在玩的 尤其是我伺服器比較 比較前面 玩家比較多 4945 待會我們再來看吧 好我現在劍邪是這樣 劍邪 我也蠻想練的啦 呃 劍邪也想要練到四星吧 呃 五星啊 至少先練到五星嘛 跟墨龍選技一樣 這兩隻AOE都很強 然後我劍邪的五內的話 我下路點了一點 那我現在有九個這個靈韻石 也就是說我可以馬上點滿 不過先不急啊 我先放著 我先放著 不急 好不急 反正現在劍邪打一些 關卡啊 副本啊都很好用 跑得快嘛 又有AOE 放完AOE又可以 扛打一次 不會被人家馬上打死 好了嗎 4945 還不行啊 這麼慢 這個什麼刷新啊 沒有刷新的功能 我記得當時我大概一千名左右的時候的 第一名大概是五千一五千二吧 大概五千出頭啊 那因為後來有開一些烈心的功能嘛 烈心好像也慢慢開上去 有那個爪汗性啊 好 聲望的話我已經買了兩個靈韻石 那為什麼它要出現金套號 這邊 這邊可以買兩個 反正我買兩個 我買了 尊敬的 有沒有奇遇可以打 我來打一下冰璃 有沒有變多強啊 還沒有奇遇 奇遇被我打完了 真是的 沒關係 這邊的位階難不難啊 我打後面看看 好像沒有耶 有沒有難一點的啊 有沒有難一點的啊 這個看能難不難 好 尾嘛尾嘛尾嘛 到底是多尾啊 五十四位階而已應該還好 反正就拿拿寶箱而已啊 跳過 哇這些關卡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 特殊的機關啊 有時候遇到這種 東西是特殊的機關 我覺得沒辦法測試啦 奇遇剛剛被我打完 好吧我可能沒辦法打這一關 果然沒辦法測試 好我們先跳過吧 這種就是有一些特殊的玩法 好 因為地圖上很多這種機關玩法 我都沒玩 那我現在沒有奇遇啊 奇遇是比較好測試 因為其他都通關之後就會有那個 助送嘛 就會有一個buff 就不好測試 不然要先打那個十字系好了 第十張 第九張 第十張我都還沒打 第九張我都還沒打 第九張普通打了啦 困難還沒打完 好來打一下雄王篇齁 十字系 我也沒打過 打一下好了 呃 劇情已經忘光了 十字系是 夏侯也是主角 怎麼辦 就三角鏈啊 就木龍玄姬也喜歡夏侯儀這樣 然後夏侯儀只喜歡冰璃啊 因為一個是計時 一個是冰 一個是劍 一個是劍 一個是計時 一個是計時 所以我們要拿到這個是不是 這隻很討厭耶 這隻會讓我們沒辦法補血 這隻他有一個被動 就是你靠近他之後就不能 就是你補血會受傷 我記得他一直有這個東西 有沒有這邊 這個刺戀獄的話 你治療的時候會反轉變得受傷 那我冰璃每次在那邊活血就受傷 很討厭 那沒關係啦 我們就來玩一下吧 試試看試試看 直接AOE他們啦 不知道能不能順利過啦 普通的話應該都不難 普通難度還好 還好你看他們 好用吧 他還有一個收尾的功能 收頭的功能 那個被動記得打 我這個被子音樂比較熱血一點 我們稍微小心一點 有沒有寶箱啊 左上角是不是 你第一次如果你覺得太麻煩 就想要通關 以後再來拿 我在這邊啊 劍邪過去就行啊 輕鬆啊 劍邪 衝過去送死啊 當然不要啊 這時候我們就要慢慢玩了 我覺得這時候就要讓我們 發揮我們的坦度啊 何為正道 何為正道 何為魔道 我知道 你每次都講這局自己 好讓他們來打我吧 這個會噴毒啊 這個會一直先攻擊吧 嘗嘗 哇好痛 沒辦法 那個黑龍就是怕 怕這一招 這個會禁咒 還是什麼的 好我們被封走了 這關的條件是敵我全滅 還好吧 好跟剛剛一樣 使用我們的AOE大法 我們不是說要玩冰璃嗎 結果來不及 好直接收尾 有沒有 木龍玄西跟那個 劍邪就綽綽有餘了啦 真的 就就就就就這麼輕鬆 有沒有三星 這種沒有三星 有八回合要通關是不是 這就比較麻煩一點 我飛得過去嗎 現在四回合 我們待會要秒掉那一隻BOSS啦 那隻BOSS會反轉比較麻煩 所以我說我看到他我就知道他很討厭 喔 200紅光欸 這麼好 這麼好 我覺得我下一回合再衝進去 下一回合再衝進去 你也可以把他們贏過吧 我以前都是用那個 我以前大部分都是用誰啊 用那個 浴池兩小蜘蛛去引怪 這隻好像會抓我們 這隻綠色會抓我們 我們最好不要太衝 其實我可以衝進去 然後直接AOE打一波 好啦算了啦就這樣吧 他來了 他來了 他來了幫我打暈了完蛋 還好難度沒有很大 我打暈了 他紅色不怕我就對了 冰妮可以秒他 好我們反 我們毀棋一下吧 這種東西只能毀棋耶 只能毀棋耶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他們的一些 技能啊你要一個一個一個先去看嘛 好先先先先這邊嘛 好確定一下 我以前都是那個啦 浴池兩啦 小蜘蛛嘛 小蜘蛛 退遠一點 退遠一點 好我們讓黑龍去死 黑龍是在這個組合裡面最沒用的 好我們成功引到赤魔 他沒有奧義我們 因為我們只有一隻嘛 你如果兩隻的話他就會放那個 範圍傷害 那我們就直接把他秒掉啦 好秒不掉對不對 就是我這個站位不對 所以你要毀棋 而且他這邊可能有護衛喔 他有沒有護衛 他好像沒有護衛嘛 好被他那個囉 真是的 8回合通關喔 應該還好吧 他這邊比較麻煩的是我要順煞 順煞神移他啦 他順煞神移的話會扣血 會扣血 這什麼機車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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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打我們不痛耶 我們已經很強啦 我們已經很強啦 好 如果有護衛的話就可以多多多嘗試 啊完了 還好他補血 好啦8回合過了 還好沒有很難 回一次騎而已 這個直接秒掉 那我們補下去 呃直接直接解好了 因為他搞不好解不掉 搞不好我們中了兩個負面 搞不好被解掉 喔你看我們那個 已經可以再動了啦 我的那個直劍鳳行應該好了 因為我現在是兩回合觸發 有沒有 劍死我以有沒有 劍死我以不是直劍鳳行 劍死我以 我劍死我以兩回合嘛 然後我的那個 我的風靈聲把他再動嘛 所以說他可以很快 又又又又又可以用 好劇情先補看 哇齁 4回合那幾百五名敵人 因為我剛剛直接AOE嘛 超快 不上鐵位喔 可以啊鐵位 但是我現在問題是 我不上鐵位的話 我可能就是上 浴池兩吧 好因為鐵位 我就沒有戰陣啊 我要 我要上暗屬性的 我才有戰陣 因為我現在是用劍邪戰陣 解鎖什麼王頂什麼東西啊 王頂什麼赤霞珠配方 我也不知道 怎麼那麼多配方啊 好就是我們通關之後他就解鎖了啦 有時候是這樣 有些功能我都還沒有開 因為我都懶得玩 來看一下我還蠻好奇的 到底是解鎖什麼東東啊 王頂 是不是這個啊 特殊 對啊這個啊 這個是又是新開的 因為我玩了嗎 啊我懂了啦 就是把你的那個 把你的那個升級啊 好就是把你升級啊 你要一個西方神輝嘛 然後放進去就可以升級啊 西方神輝嘛 這邊是禁 我這個沒有嗎 我來用一下西方神輝是長怎樣 我們來用用卡 我也沒玩過 我先把他卸下 西方神輝我現在是給劍邪用 卸一下 跑滴 呃... 玉頂 這個煉化配方我之前就有了 但是我一直沒有來研究 剛剛好像開了這些嘛 冰破含水不知道什麼東西耶 反正就要煉化一些有的沒的耶 欸為什麼沒有啊 所以西方神輝他這個不是 指我的那個東西咯 我這隱藏道具 所以不是我的裝備就對了 哦... 好吧 他是這樣說啊 他是這樣說啊 反正我的西方神輝我剛卸下來啦 可是也沒出現在這 所以就不是我想像的那樣是提升我們的裝備 我們的飾品 好我想的太美好了 欸我們來看一下冰璃好了 冰璃 我來看一下 4945嘛 好啊排1300 但是我應該不會用這個啦 我看一下這個 我比較喜歡殺死敵人的時候再走兩個 這是法攻法防啊 對我來說沒有用 這是給那個 我比較想要用那個可以走路 多走一點的 好這個 有時候可以去追擊啊 殺死人再走兩個比較好 那我剛剛那個是夏侯儀用的嗎 把他裝回去 好啦 我剛剛本來想要測試嘛 就沒仔細看 沒仔細看我們那個冰璃那個在跟 跟那個 瘋媽的那個 順煞神怡的搭配 可不可以更好的觸發 不然來打一下浮屠城好了 我今天打過了浮屠城是這樣 嗯 基本上日常你 前面這些換完之後 其他就可以不用換了 因為很廢 你看喔 我們每天通關是220嘛 那你魂光才換多少 才換44而已 那不是渣渣嗎 好不容易打通才換44 然後銅銜也是才換 你看 這邊44乘以2是88 因為這邊是換兩個 然後這200乘以4是8800吧 對啊8800也是很廢啊 所以這個活動 差不多了啦 就這樣 日常的話就差不多了 今天這個是有三波敵人啦 我們先示範 我先實驗一下喔 好我們現在觸發箭矢威移嘛 然後箭矢威移這邊CD2嘛 我現在有怒翼嘛 那我 砍下去是美的 假裝是 假設是美的 好我有一個浮屠城的buff 就是殺死敵人之後 我的那個屬性會加5% 除了氣血的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CDE嘛 因為我是兩回合是不是 我不知道喔我來試一下 我們順殺生意一下 我要了解一下這個極致 他還是冷卻還是一樣CDE 是我要砍兩刀才算嗎 對啊他還是有一個 有一個指針1耶 OK 欸我剛剛殺死人是不是 不要過去 喔 我要行動結束啦 好了好了好了 箭矢威移好了 剛剛不是有一個指針嗎 也就是說我下一回合應該可以用 因為是兩回合觸發一次嘛 那順殺生意幫我用了一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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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再次行動 欸不要打死他捏 好補一下 喔這個奶媽很補阿 這個真的超補阿 好我看一下喔 喔這個奶媽很補阿 喔箭矢威又出發了有沒有 這樣大家懂喔 好就是風鈴聲配上那個冰璃 冰璃的箭矢威移就可以 很快又觸發了 我連續兩個回合我都用了 第一回合跟第二回合我都有用 我這在殺死敵人 呃綠色的話我打不動啦 好不打 好 這樣真的很強耶 就 第一回合砍兩刀嘛 可以打兩次 然後第二回合又可以打兩次 喔不對第一回合打三次 然後第二回合打兩次 因為第一回合他自己用那個 箭矢威移之後我們順殺生意再幫他 讓他再動一次嘛 所以第一回合可以打三次 那第二回合可以打兩次 好強好強好強 好那時間關係也29分鐘 因為我玩太久 好那就先這樣吧 這一期 好的我是漢母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天地節再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待會兒 對 我們下期待會兒 我們下期待會兒 不會吧 我們下期待會兒